哈囉 小燕姐女王 今天又會帶來什麼 骰子醫院 沒錯 因為我想玩 好喔好喔 因為我想玩 所以我硬肯了這個德文規則 喔不是 Oh my God 我只花了半小時就把它看完了 哇塞 這遊戲超簡單 超簡單 不會德文也會 厲害 好的 那就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遊戲 就非常簡單 就是你的骰子 你是經營一家醫院 好符合實事 就是 就是你經營一家醫院 好 然後所有的骰子 就是你的病人 哇好符合現在的疫情喔 然後那你就是要想辦法 讓你的醫院 就是把這些病人 好好的妥善送出院 好呢 不要隔離我知道 對 好那你就介紹一下 總共有哪些東西 好 好 那這些就是你的院長 紫色的 頭銜是你的院長 好 然後每個人一開始的時候 會抽二選一 好 然後你就決定你的 這家醫院的走向 好 然後這邊呢 板塊這邊是每個印太人都會有 就是你的基本的醫院的設置 好 醫院設置 然後那 正中間這個 你就可以看到這是醫護站 你會有印太人就有三個小護士 好 然後下半部這個方塊的地方呢 都是你的病床 那你總共會有12個床位 那你要怎麼安排這個病人把他們放在哪個床位都可以 不一定要住在同一間 好 那你一開始病院裡面就會有三個病人 就三個顏色各一顆 然後 那你可以安排自己安排你病人的 自主管理 病狀 病的嚴重程度 對你可以看到病狀程度 每個都5 每個都6 對 那這個病骰子 剛剛說他是你的病人 那上面點住代表他的症狀的嚴重程度 哦 沒錯 然後數字越小的代表他越 越靠近升天的邊緣 所以他很命 對 這個他也弄的時候他很命 然後 那數字越大的呢 就代表他越 已經快要康復了 那不管是數字大或數字小 都即將要出院 大家懂得 好 還會送太平家 下面有個太平家過的 對 沒錯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是醫院大門 所以數字 當你的骰子被治療到數字7 就6 然後再被治療一次之後 他就會正常的出院 OK 然後當你的骰子數字點數是1 然後他又病重的時候 大概太平家在這裡 都會出院 哇靠 好 然後再來呢 你的基本的設施裡面 他就會有講說 你只要 他的圖示都非常簡單 你呢 可以派一個小護士 然後他就會可以治療 一個綠色的骰子一點 然後這是黃色 紅色 對應的 好 那這兩個比較特別 就是說 他是治療比較輕微症狀的 5號6號的骰子 他就可以再幫他治一點 那這裡就是治療比較病危的 對 急診室之類的 對 我英文不好 大家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其實他曲名都還蠻好笑的 我們可以買英文版的 OK 舒服 欸不是有團嗎 沒有錯了 哎呦真的太有獎了 對好 然後再來就是 這是你的基本設施 好 然後再來就是院長也講了 好 好 那這遊戲開始的時候 我們總共只進行八回合 好 你可以看氣氛板這邊 噔噔噔 好的 氣氛板它在這裡就有 把回合指數 它這裡還蠻可愛的 很貼心 你就這樣轉轉轉 好 好 然後就八回合之後就結束了 好好好 那每回合會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就是 呃 順便幫大家介紹一下設置 那我們會開出人數加一台救護車 噢 這是救護車 救護車 對 好 這開得非常low 沒錯 我們的團也會有升級版 大家會有立體的車車 噢噢 對 沒錯 哎呀 小燕米蘿果很厲害 對 好 然後那就是人數加一台救護車 那我們就會由首家開始決定說 他要救哪一台車的人 放帶回你的醫院去醫治 好 然後呢 那就是你只要把 每一台車上都會有 固定有三個病人 然後記得你的房間永遠就只有12個 你只有12個病床 那一樣你送進來的病人 不一定要住在同一間病房 你可以自由安排他們 好 然後再來呢 這邊就是 這個種六角形的板塊 其實就是你的 擴建你的醫院 你的診療室 然後那每個診療室會有不同的效果 好 那他的說明書其實非常貼心 就是他最後有一個reference 就是針對每一個症狀 每一個你的ICON的符號 他都會去解釋它是什麼效果 好 那除了你的醫院要有好的病房 跟診療室之外呢 你當然需要 對 你需要醫護人員 偉大的醫護人員 真的 沒錯 不用提光頭啦 對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就是 通常你的診療室的效果會比較好 然後你的醫護人員他們就是人嘛 呃從數字小排到數字大 OK 就是我們會有一袋你的 用我們的舊塞塔 沒錯 好 就帶你的病人 病人在你裡面 喔 病人 抽出12顆 然後用舊多佬的塞塔 塞出來放在這卡片上面 對 沒錯 好的 好 那甩出來的時候呢 只要是甩到1跟6就直接重甩 喔 對 所以你不會有那種 一進一入院他就準備要死掉 或者是 他可能只是掛號 然後發現 欸我沒病 我只是死 對對 沒錯 小病還來浪費醫療資源 不會有這種人 好的好的 或者要死了 哈哈哈 好的 然後所以這樣子 好 嗯 選走 就是你的點數最小的救護車的人 就會成為接下來的首家 他會先做事 因為他就救緊急病人 所以他會拿到比較好的優先順序 好 然後再來 嗯 好 第一個回合我們把 第一個FACE 我們把救護車帶回家之後 然後第二個FACE 你就把他安排進來 好 然後 再來 嗯 你會去決定說 你這回合 你的醫院 要聘請專業人員呢 還是要擴建 喔OK OK 好 如果你要聘請醫護人員的話 你就把他帶走 並且你可以看到他的顏色 好的 你就把他的 他的小人放上來 喔OK OK 那所以從此 除了你一開始有的 三個白色的小護士之外 你就還會多上一個 這個 特殊顏色的醫護人員 那像這位 這位醫護人員呢 他是沒有顏色 是白色的 然後但是呢 他通常會帶給你一個 比較特殊的效果 OK 好 那像這隻的話 這隻 哈哈哈 這個醫護人員他就是 拷貝另外一個 醫護人員的效果 所以他每回合 他就是 我不確定他的德溫 是不是這樣 就 類似像 沒有 自己的 自己家裡的其他 他有點像是 實習生 喔OK 對 所以他可以 follow前面的醫生 去做其他的事情 好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 介紹一下醫療板塊 醫療板塊上 像這種灰色的 就是代表說 任何人 任何顏色都可以去做 喔 然後 那就是 執行這邊的效果 真的就是說 你可以治療1到3的 點 骰子的病人 然後 並且你可以治療他兩點 喔 嗯 就所以 連如果3他就 直接變成 治療兩點就是加兩點就對了 沒錯 就 就往上點數加 那我們剛剛說 加到7他就會出院了 好的好的 好 那像這個是說 就是這種 呃他可以一口氣 治3個黃色的病人 當然治3個黃色的病人 必須在同一個診療間 喔 OK 所以我們剛剛說 你船位怎麼安排就很重要了 喔 對 然後 並且他們點數要是相同的 OKOK 對 他們就是 可能就是 所以板塊有多少啊 板塊有這麼多 喔 這麼多 沒錯 喔 好 有沒有看過 拼在這裡是不是 呃其實拼在哪個位置 沒有關係 因為醫護人員的腳很長 他要走去哪一個 他並沒有 喔 不舒服 所以變成說 場上都會有兩張 醫護人員兩個板塊 呃人數減一張 喔人數減一張 對 那我們剛剛說 第一個face就是 救人回去之後 第二個face就是選這個 那選最月前面的 救護車的人 他可以優先選擇這個 好 好 那他如果選 各選一嗎 選一張 喔選一張 四個裡面選一個 對 好的 好 那 把這些東西帶回家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我們的醫療階段啦 好 那我們可以看這邊 好 醫療階段 這時候一開始 你有三個人 你可以分別派他們去 就是你的 診療所做事 好 假設我們剛剛選的是這一個的話 那你就可以派他來做事 但是呢 這個東西 這間 這間診療室是要求一定要有三個 呃 黃色的 然後而且數量要相等的病人 喔 所以像我們一開始這樣子安排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用的 他數量相等等等於數字要一樣嗎 數字要相等 對 他的特殊效果 因為他可以讓你花一個人 你就可以同時治療三個病人 所以他限制比較 所以病人可以互相運送嗎 互相運送 不行不行 他確確硬了之後 他確確硬之後 他就是住那種病床 你不可以亂搬他的病床 好 好好好 好的 好 然後再來 那我們就講這比較簡單的 你只要 呃 一開始我們建議說 大家都還不熟悉的狀況下 就 呃 輪流做事 所以像我就把這個三個小護士 並且拍在這三間 這這護士站不好 對 把這三個護士拍在這三間診療所 所以我分別就治療這三顆 三種顏色的骰子各一點 好的 那 一旦這回合他被治療過的時候 就會推到下面去 喔 對 代表他這回合被治療過了 好 那你如果以後 針對某一種顏色的病人 或者是說你的醫療能力越來越強大 你可能不只可以治療三個的時候 你也可以同 呃 把 同樣治療一個 譬如說我這樣做的話 我可以治療同一個病人兩次 這是沒有問題的 好 所以假設我剛剛就治療他 欸我剛剛好像轉錯面了 好抱歉抱歉 數字越大是越治越好才對 好 假設我剛剛治療的是這樣子的話 容易 容易 對 越治越難了 好 假設我今天治療的是這樣子 那 這回合呢 沒有被治療的病人 他就會非常鬱悶 醫生為什麼不來看我呢 我病是怎麼快死了 醫生都不來 對 然後他就會越來越嚴重 YES YES 對 然後那 就是如果說當 再回合 你回合的時候 他有被 回合接觸的時候 就會被再推回來 然後就等待下一個你醫治的啊 所以雖然你可能剛剛把 綠色的病人快要醫好了 可是你這回合 如果又不理他 他就會覺得 好鬱悶喔 為什麼醫生不理我 哈哈 我就喜歡讓你一直待在醫院 沒錯 意一下 放一下 意一下 放一下 好的 那這回合結算的時候 如果他們有超過 六 那他就會被放來 就是準備要出院區 那如果他這回合結束的時候 他已經扣到零了 他就會放到停時間 OK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看到 就是幫助表這邊 他會有寫說 你一回合 如果你同時就出了 這個有個送出 從 他其實從緊急出口送出去 好的 哈哈哈哈 然後你有同時 一出了 像多少人出院的話 你可以得到不同的分數 嗯 OK 好 那遊戲其實就這麼簡單 分數就只有在這邊 沒錯 就八回合之後就結束了 死掉不會扣分啊 會會會 好 八回合之後呢 我們會結算 你這裡只要沒有死一個人呢 你就會得到一個就是 用一Token 嗯嗯嗯 好 一個用一Token就會扣兩分 OK 好 然後在這裡有一個叫鞋帶 好 鞋帶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道具 就是 他在你選擇就是 一號治療 呃 救護車的時候呢 會就是 送你一個緊急鞋帶 鞋帶他可以在遊戲過程中 讓你直接回復一個 病人一點 嗯 嗯嗯 就提升他的健康程度一接 然後那 這時候他就會覺得 欸 他有被輸血他很開心 那就也算是治療過他 他有被輸血他很開心 吸血鬼吧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 最後遊戲結束的時候 你們要用掉的鞋帶 每個額外會有一分 好的 然後 遊戲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那我們就 要準備來進我們的醫院 像這種夫妻是怎麼意思喔 我們等一下再慢慢講 哈哈哈哈 再偷偷跟你講 好的 現在就做的團購 就是即將要開這個預購 然後會有豪華的A檔 那有興趣的人一定要上車 我自己覺得 真的非常適合合家歡樂的 哈哈哈哈 好的 繼續先這樣啦 掰掰 謝謝小燕 掰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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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